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站通知牌上贴满失踪儿童的照片 双色眼珠的女孩露西后在长矣 她是实习护工 领导老师胖胖 见她左眼黑右眼蓝很是诧异 露西早已习惯别人这种目光 揭示这只是红膜变色 但胖胖却讲了个故事 双色眼球能装不同的灵魂 两只眼睛各一个 露西并未将这话放在心上 他们今天要检查好多病人 有的只用打针 有的还需要清理卫生 露西处理的都很不错 但到最后一个 胖胖却不让她上手 因为这人很特殊 小女孩自然耐不住旺盛的好奇心 露西悄悄走进破旧不堪的庭院 当她推门进屋 发现里面很破旧 墙上挂满动物装饰和芭蕾舞者照片 露西跟着说话声找到病人房间 床上躺有带呼吸器的老人 胖胖似乎早料到露西回来 还夸她这种好奇极切的性格 极其适合做护工 而床上的病人 据说曾是著名的舞者耶塞尔 露西按照胖胖吩咐开窗透气 她看到屋内有丰富的藏处 胖胖无所谓的让她选择一本 露西闭着眼睛指尖划过书籍 选择了最有感觉的那本 张儿里面飞出一只额字 露西顿感嫌弃不想再要 此时胖胖问她 要不要试试如何照顾耶塞尔 好奇的露西立马接手 她发现耶塞尔需要书写 而且指甲看起来又脏又长 护工不做好身体倾机 难道不会被投诉 胖胖却说 耶塞尔唯一的女儿亚巴安娜早就离世 而耶塞尔已称植物人 根本不会醒来 意思是偷懒也没人管 露西了然 胖胖又表示 耶塞尔在屋内藏有宝物 可惜她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这些话充满暗示 露西若有琐瑟地看了眼 耶塞尔博上的钥匙 工作结束后 胖胖表示 露西做得很好 明天可以继续 两人告别后各回各家 胖胖开上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 前方踩着自行车的女孩 见到连忙让路 露西则在岸边 等着出海的男友威哥 虽然威哥只是贫穷的打鱼仔 两人却很甜蜜 等工作结束后 他们一起去威哥妈妈的酒吧放松 好友间服务员的小白 给他们端完酒又去忙工作 这颜值完全可以出道好吗 露西跟威哥讲了今天的实习经历 当听到植物人耶塞尔屋里有宝藏 威哥蠢蠢欲动 他想去那里借点钱 露西觉得他或许是疯了 刚进过局子 还想走歪门邪道 刚刚坐下的小白 看着两人一头雾水 威哥苦笑着表示 他不想再当打鱼仔 一辈子漂泊游荡 他想和露西好好生活在一起 说着还把小白拉进来 质问他是不是想当一辈子服务员 露西不想听威哥狡辩 两人不光而散 回到家中 露西发现爸爸正与心欢调情 他想不明白 妈妈刚走八个月 爸爸怎么又与别人亲亲我我 我在浴室 露西仿佛感觉温柔亲切母亲在安慰他 但这仅剩一丝的美好也被父亲打破 听着他与心欢深夜的放纵声 露西决定要独自生活 为了有足够的钱 他选择打电话 约威哥去寻宝 小白作为司机跟来了 出发前 他们遇见三个过万圣节的孩子 威哥呵斥一声 孩子们笑着跑开 留下三个熊熊燃烧的灯笼 威哥三人是充满希望的 但看着胖胖在浴室忙碌工作的样子 小青觉得寻宝之路或许是寻死之路 深夜是黑蓝色的 快到耶塞尔家时 威哥坚持停车步行 三人漫步在沼泽地中 威哥无聊地吹起口哨 小白紧张地说 万圣节吹口哨不吉利 露西被一边的鬼火吸引 小白见他摸上去 又担忧地说 捕捉鬼火会召唤死神 看来小哥家平时没少讲些古怪传说 当他们翻过矮墙 进入耶塞尔的庭院 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开门 露西有些怂 她知道如果这里有任何损坏 白天来过的她就会成为嫌疑人 已被金钱蒙蔽双眼的威哥 坚持不懈继续巡路 终于在侧面小屋找到金屋的窗户 他们穿过破破烂烂的地下室来到大厅 贫穷的小白甚至想对餐具下手 威哥一把夺过剪子 教育他这些都是迎头享受 小白一想这话说的对 男人就是要向最大的财富卖步 可一转头 小白又被狼标本吓到 露西一脸嫌弃 屋内的窗都有挂锁 几人刚上楼 就幸运地进了一个房间 似乎是耶塞尔女儿安娜的居所 墙上的话只有大海和树林 威哥发现礼物 还有几只精美的动物标本 正在举行查会 一切都证明安娜是那么孤独 只能将会动的玩偶作为朋友 屋内并没宝藏 几人继续寻找 又发现一扇上锁的门 威哥坚信宝藏就在里面 只要找到钥匙就行 露西想到 耶塞尔搏上挂着那把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三人悄悄溜进耶塞尔屋内 寂静深夜呼吸器的声音 显得格外清晰 露西觉得 下一秒耶塞尔就会醒来 但事实是 他成功拿到了钥匙 威哥急忙去开锁 可大门纹丝不动 露西见状 只想将钥匙还回去 没想到 小白却将门撞开了 然而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威哥看到屋内柜子 空空如也 气得破口大骂 刚想离开 露西瞄到一旁的蕾丝布 盖着什么东西 拉开一看 是一个满面伤痕的人偶 露西认出 这是安娜 她知道 这应该就是宝藏 毕竟家长最真爱的 就是孩子 眼尖的威哥 注意人偶脚下有锁眼 她将钥匙插进去一拟 舒缓的音乐声响起 安娜伴着昏黄的灯光 优美地旋转着 异性未踩的威哥 承受不住宝藏 就是人偶的打击 抬脚踢歪安娜 屋内瞬间变暗 楼上响起 吱压吱压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起床走路 三人担心被抓 准备跑路 可莱斯通道已被封 屋内的窗户 也都有挂锁 露西想到 白天在耶塞尔屋内 开过窗 便带着两男一起上楼 耶塞尔屋内 不仅没了呼吸器的声音 床上也只剩一大堆黑血 露西不敢拖延 连忙带着威哥开窗 可这里的窗也打不开 小情侣争吵起来 小白莫名其妙 摸上落地镜 可能想欣赏 自己的盛世容颜 可刚放下手 他发现 耶塞尔就在他身后 等威哥两人 放弃开窗准备离开 小白已消失不见 屋内也没踪迹 威哥提议 先去撬窗再说 不过转念意想 在没任何呼喊 没任何脚步的状态下 小白能去哪呢 聪明的小伙伴 应该猜到是镜子了 快再留言区举爪评论 让小情夸夸你们呀 镜里四十密闭空间 小白摸索着打开大灯 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任何门窗 他甚至连自己 怎么到这都不知道 屋顶旋转的灯 在四周投下斑驳的影子 小白放好灯 去找砸枪工具 意外发现 旁边柜中 放有泡的发白的标本 四周响起孩童笑声 小白手持铁棍 名神戏听 脚却传来剧痛 屋内出现三个白群女孩 以优雅的姿态 跳跃着 在小白身上 划下倒倒伤口 等小白倒下不动 女孩们低头看了眼 消失在这屋内 推理时间到 这三人可能是他们出发前 遇到的半鬼小朋友 楼下的窗被堵得很结实 威哥用了吃奶的镜也没打开 露西见到一边的证书和照片 始终觉得线索在安娜房内 威哥不愿陪她上去检查 唉 待在主角身边安全些呀笨蛋 露西回到安娜房间 查看一切可能有异常的地方 衣柜带血的杀裙引起她的注意 这下还真懵对了 因为裙子被放在柜中时 似有触发机关 动物标本齐齐扭头 呼吸器的声音传来 耶塞尔突出现在桌边 露西没害怕 她握上耶塞尔伸出的手 看到了曾经的记忆 芭蕾舞老师耶塞尔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 这天她赶走的女孩被安娜盯上 当听到惨叫 耶塞尔就知道出事了 果然安娜控制不住身体的欲望 将女孩啃食了 耶塞尔看着屋内惨状很生气 因为伤害熟人 容易让他们被发现 叛逆期的安娜趁机逃到屋外 清风伴着阳光 一切都显得很美好 但安娜悲剧了 她属于不能见光的种族 这就是母亲一直限制她行动的原因 屋外掀起大风 皮肤净烈的安娜 痛苦的在半空中挣扎 耶塞尔表情凝重 她出去抱住安娜 警告她 也别试图在黑夜中逃跑 记忆就此结束 露西回过神 耶塞尔已不在 因为她盯上了威哥 打头震的是小白 威哥看着 博警近乎断裂的朋友吓得不行 小白却毫不犹豫地将她扑倒在桌 一人一事扭打在一起 楼上的露西听到动静很担心 但门根本打不开 威哥以为掐得面无血色 跑在桌上一把剪刀 小白被扎得节节败退 威哥乘胜追击 最终挽救了自己 但面对伤害朋友的行为 她很难接受 威哥正在自责 摘下面着的耶塞尔来了 怪声在屋内敲荡 威哥警惕地看着四周 但她忘记看上面了 中退而降的耶塞尔 给她做了开颅手术 那牙齿 简直比手术刀还锋利 等标雪的威哥不再抽搐 楼上的门也能开了 绝望的露西刚想下去 就见楼梯有奇怪倒影 她慢慢退回安娜这边 这时露西才发现 安娜流了鼻血 她伸手一摸 却见到另一段记忆 耶塞尔就回安娜 就逼她跳舞 还说她是太阳月亮都不要的孩子 安娜无力地跳着 耶塞尔对她的懒散并不满意 直接用脚去调整姿势 然而力度过大 安娜几致断裂 画面戛然而止 露西有些震惊 她看着残破的安娜 安娜骤然旋转起来 接着用怪异的姿势走来走去 带着凋零的美感 露西呆呆地看着 安娜忽然掐住她的脖子 这边连速度实属有些快 露西手口并用 反向安娜打倒 心有余悸地站起身 胖胖突然出现 没等露西解释什么 直接给了她一针 露西晕了过去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被绑在桌上 胖胖说 她只是在工作 原来她有时目睹了 耶塞尔对安娜做的事后 选择参与进去 包括将安娜改造为机械人偶 胖胖觉得这是至高无上的艺术 长大后她还负责狩猎女孩 为苍老的耶塞尔提供食物 相比车站失踪儿童的告示 多半都与胖胖有关 而现在 露西被选中与安娜交换灵魂 耶塞尔用尽力的指甲 划开露西的肚皮 对着冲有念咒后 将其埋进伤口 安娜也如法炮制 接着 露西右眼被缝 恍惚间她见到了母亲 带左眼被缝 露西难受的挣扎几下 口中钻出一只鹅子 安娜嘴中也有一只 两只鹅子交换了住处 灵魂呼唤完成 外面一转 安娜对镜俯磨难难说道 我是人类了 她的双眼 赫然都是蓝色 耶塞尔又催促她跳舞 正话激起安娜 压抑许久的怒火 她拿出剪字解决了胖胖 又将苍老霸道的母亲 送上西天 获得了人生自由 随后 安娜去救露西 那句破旧身体的眼睛 已是异色 她用血滋养完露西 就准备找钥匙离开 谁知 耶塞尔的血 碰到胖胖的血 将又复活 突然出击 巴基掉到楼底的耶塞尔 还倔强的举起头颅 正完成了生命力 刷新了老人这个概念 最终 露西与安娜一人一边 将其掰成两半 这才结束了 耶塞尔罪恶的一生 露西与安娜宛如姐妹 相伴在黑暗中走出古堡 露西看着亮莹莹的鬼火 忍不住将其捉在手中 但安娜流泪了 她念叨着 别试图在夜晚逃跑 因为夜晚这里 是浮在天空的古堡 四周满是翻滚的黑雾 两女只好蜷缩在沙发 等到清晨 安娜走到外面 这才知道 阳光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刺痛 还可以是温暖 露西在屋内静静地看着 随后她披上黑袍 在安娜的搀扶下 走到悬崖边 冷风呼啸 露西纵身一跃 却未跌入茫茫大海 而是悬于空中 就像飞往天国的灵魂 她脸上的灰白的皮肤 片片剥落宛如心生 而安娜看着她 露出了微笑 结局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圆满 后半程 露西与安娜没有任何交流 有很多人看完都在猜测 被换的灵魂到底是谁 露西妈妈是棕黑色眼睛 那么露西应该与安娜一样 都是蓝眼睛 幻灵后露西双眼蓝色 但安娜却是黑蓝 因飞蛾只有一只 那应该是黑眼被换 就此得出 安娜体内的是妈妈 因为露西眼被缝食 看到了妈妈 还有小白曾说过 鬼火会招致死神 这个可以理解为 妈妈本身就是亡灵 鬼火对她来说有吸引力 所以在露西体内是 忍不住触摸过 那到了安娜体内 抚摸鬼火也能解尸头 因为她就是妈妈 最后跳崖是妈妈得到解脱 她为自己占据女儿身体一半 感到愧疚 虽然只是想守护孩子 而漂浮在空中 代表飞升到天堂 幻灵结束后 露西体内应该是 露西加安娜的灵魂 所以她才会与 安娜体内的妈妈 互帮互助 最后看着妈妈 去到该去的地方 露西也就释然的笑了 小青觉得 全片做到了完整的结束 开头的俯师 对应结尾妈妈的跳跃 废车表示 三人没一起回归 墨园的三个心碑 可对应胖胖 威哥与小白的离世 其实还有一个点 露西被绑在手术台时 胖胖总说 你不应该打开那本书 当时露西打开书室 飞出了儿子 小青觉得 那是安娜的灵魂 可能是被做成玩偶时 封在了书中 天中两位母亲 对比十分强烈 一位只想将女儿 牢牢控制在手中 一位死后 依旧在女儿身边 默默守护着 真正的爱 不应是一位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和小青讨论 好了 小青翻译社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之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 是小青坚持不齐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沅 优优独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沅